近日,有消息称,由拒绝亮导演的新版《水浒传》要压缩成100分钟电影在日本销售 一时激起千层浪,消息一出,网友就分为两派,纷纷吐槽 托反对票的网友表示,《水浒传》作为四大名著之一,在文化历史上有着不可磨灭的位置 电视剧《新版《水浒传》》总时长有3870分钟 100分钟的电影版是打算让每个好汉晃一下吗 如果这样都行,那只能说明我们看的其他几千分钟讲的基本都是废话 这还叫经典吗,太不注重中国文化了吧 更有网友称,这明摆着千年等一回吗 支持方则表示,这个做法在中国早就不是什么新鲜事了 他们也是玩剩下的 《水浒传奇》电影版就通过漂亮的剪辑,涵盖了巴士局电视剧的精华 所以浓缩的经典不是不可能,关键是由谁负责了 优客娱乐播报整理报道 经典会剧,口碑之作 夏浓缩带领超能少年杀出灵界 优客英剧频道中博上线 素艺英剧,精彩优酷 优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